豆豆和小白白都喜欢吃辣肉肉呢 你干嘛呢 我干嘛关你什么事 我就站着 二婶 豆豆 你怎么跑出来了 赶快回去 二婶 他们应该是想吃肉肉 我说呢 你怎么站这里呢 原来还想吃我们家的肉呢 你这是昨晚没睡好 还在继续做梦呢 对呀 你家这野猪 可都是要交给大队的 你们家居然自己处理 我得盯着点 不然你们可偷偷藏起来了 谁告诉你要拿大队的 你帮忙了吗 大队的人帮忙了吗 再说了 大队规定不能自家抓野猪了吗 别以为让大队的吃到了 就能吃上一口肉 你做梦呢 对 不给你们吃肉肉 你们没得吃 你个死孩子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说谁呢 你家的吗 杨春莲本身长得就壮实一些 加上眼神凶狠 周丽娟本就是欺软怕硬的人 自然被胡住了 我可告诉你 甭管你今天在这里占多久 这野猪 有我在 谁都拿不走 我倒想看看大队敢不敢抢这肉 我可跟你说 我们家这肉多 肯定吃不完 到时候给村里的送点 你要不是这么恶心人的话 求求我 我还可能可怜可怜你 给你二两肉吃 谁稀罕 不稀罕就更好了 我这肉啊 就是扔到粪坑里去 也不会给你们吃一口 走逗逗 咱们回去 等会给人分肉 我看那叫不叫得来大队的人给他撑腰 等杨春莲拉着豆豆离开之后 周丽娟左等右等 还真没等来婆婆带着大队长等人 便赶紧回家去了 妈 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不是去大队长那里了吗 大队长怎么说的 能怎么说 说没法说 人自己歹的眼珠 大队不插手 那你没去书记那里问问 我去了 可书记家媳妇直接笑我 说着事没法搞 那你回来怎么不去叫我 我这不是气旺了吗 周丽君听完 十分的生气 直接和婆婆吵了起来 此时 周东家的三头野猪也都已经分割完 这肉 得给书记大队长知书他们分点 还有你那些书阿伯的 都给送去写 不能光自家吃 当然 我等会让阿南亲一下 再让阿丽他们送过去 嗯 那我去忙 拜你做会 周东说完 又去忙碌了 院子里 大人在忙 孩子在玩 一片和乐 周老爹看着这一切 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 这样可真好 是啊 咱家好久没有这样过了 你有没有发现 豆豆来咱们家后 这兄弟几个的关系 反而变得越来越好 家和万事兴 分好肉之后 几人分头行动 给各家各户送去 当天 全村不少人家都吃上了美味的肉 而闻沈家 只能闻着四处飘来的肉香 气得掐大肚 猛骂周东一家不是东西 此时周东家也开始得几个兄弟分肉 这是阿南的 这个是老三的 这是老四 大哥 是你家的功劳 你怎么能分给我们那么多呢 是啊 我家更什么都没帮 大哥你这么分 那我们都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这肉我们一家吃也吃不完 都给你们分下去 到时候腌着还是晒了 都行 可这也太多了 没事 这肉多 咱们是三头猪呢 是啊 你们别让你们大哥为难了 这肉咱们一起弄的 就一起分 谁多点少点无所谓 但是不差太多就是了 你们大哥这么说 就这么办 送走了父母和兄弟几个 周东看着面前的猪肉发着呆 爸爸 豆豆怎么了 这个 这个肉肉 是要晒腊肉肉吗 豆豆和小白白都喜欢吃腊肉肉呢 行 我们豆豆爱吃腊肉 爸爸就给你晒多点腊肉 谢谢爸爸 晚上准备休息的时候 夫妻俩就商量给娘家送肉的事情 你孝敬咱们啊 是应该的 但是你也知道 你哥嫂他们 咱们送去的肉 老人家怕是也吃不到多少啊 那咱们这次就不给他们来了 嗯 听你的 那就过段时间 把我妈接过来住几天吧 嗯 都听你的 现在接过来住都行 看着丈夫什么都听自己的 陈丽寄欣慰也替他心疼 第二天事情忙完 夫妻俩就商量着买自行车的事情 咱们等会去县里买自行车吧 嗯 行 我去收拾一下 我也要去 爸爸 豆豆也要去 都去 都去 到了县城 他们先是去了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有很多的摊位 走了一圈 他们终于找到了卖自行车的摊位 但是只剩下最后一辆 你们要哪 这是我们这里最后一辆了 等下次买的话 要好久呢 来这里看车 就是要买的 我检查检查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买下了 毕竟不是小物件 所以周东想仔细检查检查 看看链条刹车和响铃有没有问题 看好了吗 要不要买 看好了 买 买的 我们豆豆喜欢这车吗 嗯嗯 喜欢 以后咱们就有车坐了 随后周东又问了售货员 关于自行车装篮子的事情 这样方便放东西 售货员虽然态度不算很好 但是还是把知道的给周东说了 那好 那我们家就要这一辆了 好 来这边给钱 哎 等一下 这自行车我们家要了